看看新闻网 六十年前 继父给我讲了一个笑话 结果把我笑痛了肚子 送进了医院 您为什么笑成这样 我如实相告 医生听后狂笑不止 最后竟然笑死了 山姆被送上了法庭 法官要求山姆把那个笑话讲出来 由陪审团判定是否属于过失杀人 我要求签订免责合同 法官同意了 结果陪审团所有人都笑成了痴呆症 山姆瞬间成了名人 各路记者分踏之来 我知道这笑话讲出去可能构成公共危害 于是对着镜头含糊地说了一番话 大意是理由永远是谎言 信仰永远是自卫 节目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 当天晚上几个便衣闯进山姆家里 把他带到了总统府 为了国家利益 我们必须把这个笑话录下来 然后送到世界各地的独裁者 笑死他们 我有一个条件 此笑话属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不可针对平民啊 以言为定 两星期后 总统宣布已经掌握了该笑话的核心技术 并在人口高密度地区适用成功 这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就在此时 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继父投靠了恐怖组织 泄露了笑话的原始技术 结果世界文明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 在各国政府恍恍不可终日之际 联合国召开了全球首脑峰会 为了纪念消失的人类文明 将4月1日定为愚人节 60年过去了 我已风烛残年 在离开人世之前 作为历史见证人 我想有必要把这个笑话告诉大家 很简单 就一句话 猴子是从韩国人变来的 你 儿子 子 是的 让你